我的看法是要折中了 就是你不能夠去太高調的說 啊我就是要在這邊 我就是要扮個角色 甚至說啊我一買武器 就啊我叫F-35我叫薩德 就是你一去做就一弄 就像你追女生 你也是要慢慢的 先大家去約會 先大家去幹嘛 你不能一見到面 就說啊我們來上床 不能這樣嘛 對不對 那買武器也是這樣的 你不可能一開始就說 那像F-35或者是薩德 這個武器是太敏感 而且它的那個政治性太強 那台灣可以去思考說 我到底要買什麼樣的武器 更適合我們 或者是說 或者是在這次北韓的問題中 這次東亞的這個問題中 可以扮演什麼樣更適合的角色 比方說上次我來 就有提到說台灣可以在撤僑 比方說撤僑方面 台灣其實以前 或是人道援助 比方說海地之前發生那個災害嘛 是海地之前 台灣也派了C-13洞 或工程員去救災 或是之前 很多事情 就台灣 其實台灣能夠做的事情 還蠻多 甚至是幫忙撤僑 那就是你要比較低調一點 不要去 讓 你可能就是擺明就是說 我就是在做人道救援 我不是說要去跟中共開戰 或是跟北韓開戰 那當然實際上 我們還是跟美國站在一起去 處理這個 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因為我們的安全 還是仰賴於跟美國的合作 但是我們不能夠說啊 我們我們就自己自台升下 或者說我們就就意測 拿我們自己想法去意測 美國人想法 這個是不太正確 那我非常同意剛剛林杰的看法 就是我們自己要去從中間 尋找我們在地緣政治 政治中的地位